哈囉大家好,我今天要來繼續打這個利維坦 把我的利維坦盾還有神話卷軸給解鎖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這邊我讓他們一人買一次情報 然後買這個情報的話可以買四次 然後一次需要1500F 我們總共有五個人一起打這個利維坦 所以只要他們四個人一人買一次 就可以出發了 也可以證明他們不是臥底 然後就等他們買好吧 OK他們好像買好了看一下 喔可以出發了顯示這一段話的話就是代表可以出發 就是 這一段話 他會說利維坦已經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開船去六級吧 OK這邊已經遇到冰島了 然後冰島一定要五個人才可以開啟 才可以進去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打這個利維坦 又是這個熟悉的動畫 好久不見啦利維坦 我又來揍你 然後就開始打他 好久不見啦 這利維坦快死了 我要去找一下船 哇這個船剛好卡在這個冰 冰上 如果卡在這個冰上的話要等這個冰消失 OK冰消失了 但是我好像卡BUG了 不能坐在這船上 太尷尬了 我卡BUG了 坐不了船啦 然後這邊直接回去司法島 因為唯一可以坐在船上的那個人好像不太會勾 是個新手 不過也沒事 我現在不是很缺心臟 然後這個就進入冷卻 因為剛打完利維坦 這邊我們又刷好冷卻 又來刷冰島 哇冰島出現了 但是我們的船只剩下65滴血 趕快去點那個 籃球 趕快進去 不然等下船壞又沒辦法勾心臟回去了 然後船進去在利維坦裡面之後他就會變滿血 OK開始打他吧 然後這邊利維坦差不多快死了 我得先去找船啦 不然等下找不到船 看一下船在哪裡 找一下 記得剛剛好像是在這個附近 喔看到了 所以 那我就把把船開過去 那麼打完應該剛好就可以直接勾心臟了 那我就把船進去 OK這邊來勾一下心臟 完美 太完美了 然後就開船回來司法島 然後這樣就獲得心臟了 美之之啊 非常的順利 然後這邊來合一下這個卷軸 然後這個卷軸的話就是你只要合10個就可以解鎖下一個種類的卷軸 我現在合幾個 應該10個了吧 看一下 還沒解鎖下 我好像少合一個 好 稀有卷軸解鎖了 然後這個稀有卷軸 我們再合10個 18 9 10 OK 那應該就解鎖傳奇卷軸 有了 然後這傳奇卷軸只要再解鎖10個就可以合神話卷軸 這邊又打完一次地圍坦然後順利的帶心臟回來了 然後現在我的材料應該可以去核那個 看一下可以核什麼吧 先核這個船吧 船我的材料是夠的 OK 那就合好船 然後第二個是利維坦盾 但是我的材料還不夠 我的黃金不夠啊 可以再出去打 然後現在在打冷卻 打到可以買情報就代表冷卻好 我來看一下 還在冷卻啊 那只能繼續打 然後這邊材料應該是夠了 來合一下這個利維坦盾 OK 我材料是夠的 那我們就直接獲得這個神話配件了 神話級配件 非常 不錯的裝備啊 然後來測試一下這個利維坦盾吧 那如果在水裡的話會減少90%的傷害 但我現在在水裡扣血就扣得很慢 可以慢慢的游泳 非常的好用啊 然後接下來我來看一下我身上有多少鈴片吧 我好像還要再合10個傳奇卷走 現在身上只有5個鈴片 那也就是說我還得再打45個鈴片 因為合一次傳奇要5個鈴片 這邊來看一下可以出發 那我們就出去打利維坦 有這個修船功能之後變得很方便啊 在船上就可以一直修船 就不需要一直 回去了 這邊又遇到利維坦了 他也快死了 先去開船 把船開過去 他們打完應該我就可以直接勾心臟了 把船開過去 快打死 然後直接勾那個心臟 OK非常的完美啊 然後這邊我還合這個傳奇卷走 然後合10個傳奇卷走就可以合神話卷走 然後現在我的材料可以合4個 所以我還差6個傳奇卷走 繼續打吧 OK這次也是很順利帶心臟回來 剛剛也打了很多次利維坦了 材料應該是都夠了 這邊來升級一下雙刀 因為等一下會合6個傳奇卷走 然後 可以順便附魔一下 然後要附魔武器的話 武器一定要升級 所以我先把它升級一下 OK升級好 那我們就回去合 傳奇卷走吧 然後我好像只要再合6個傳奇卷走就可以解鎖 神話卷走 反正他就是合10個就可以解鎖下一個種類的卷走 OK合好了 然後看一下神話卷走解鎖了沒有 OK現在有神話卷走 然後我們來附魔一下吧 附魔我的雙刀 我有11個傳奇卷走 附魔出一個祝福應該不是太困難吧 11個出一個祝福應該 不是太過分的要求吧 希望可以出吧 難道我的運氣真的有那麼差嗎 難道我的運氣真的有那麼差嗎 還是沒出 還是沒出 這個附魔系統是不是做壞了 這個附魔商人真的是完全不講道理 我只剩下最後一個傳奇卷走 11個傳奇卷走都不能出一個祝福 還是沒出 我的天哪這個附魔商人還是一樣坑人 OK那我們今天也解到這個利維坦盾 然後也解鎖了這個神話卷走 然後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了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